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神秘的面上 时间回到1981年秋天 由于连降暴雨 巩溢市北宋黄陵陵区部分地后灵台 也就是保护地宫的风土堆接连塌陷 甚至一些深埋在地下的地宫都暴露了出来 巩溢宋陵陵区东西长约20千米 南北宽15千米 范围涉及西村 枝田 回锅 三个乡镇及部分市区 北宋时期的九位帝王 除徽宗和亲宗被金人所掳 其余七帝 再加上宋太祖的父亲 被追世为宣祖的赵红阴 都埋葬于此 因此合称七帝八陵 另外 前后延续了167年 堪称经济繁盛 文化卓绝的北宋 还有数量庞大的后 飞和宗室亲王王孙 以及赵普 高怀德 杨六郎等 功臣名将 死后也葬在这里 让陵区经高等级墓葬的数量 就有近千座 黄陵受灾的消息 很快被汇报给了国家文物局 汇报中 公益文物部门趁势提出 能否借机对地灵展开发掘 当时呢就是 国家文物局 批准了一个发掘一个地灵 但是当时呢就是 我们河南省当地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当时呢就感觉都没有经验 想挖一个荒河林 申请意外通过 发掘则由当时的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来承担 面对长宽都超过50米 规模巨大 形质复杂的北宋地灵 经过多次考察 考古队最终 还是向国家文物局提议 先发掘一座规模较小的厚灵 激烂 北宋皇陵面临危机 消息传出 很快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1982年2月23日 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尽管只有七处古墓藏入选 但北宋皇陵赫然在列 随着保护级别的提高 发掘工作也迅速展开 1984年10月 由时任河南省文物考古所 副所长的赵清云担任领队 宋陵考古队最终将发掘目标 确定为原德李后陵 李后陵在西村镇 呼陀村东北 是宋太宗赵光义 永熙陵三座附藏后陵中的一座 1981年的暴雨 造成李后陵陵台南部大范围坍塌 线坑长十米 最宽处足有八米 坑底直达地宫顶部 在塌陷之前 李后陵陵台高八点五米 底边长二十米 依然保持着腹斗形结构 斗是古人测量粮食酒水的工具 所谓附斗就相当于一个去掉了顶部的四棱锥 根据文献记载 宋代帝后等级的灵台 不仅要反复夯住 而且表面还会涂上朱砂 原本不易损坏 为什么会经受不住一场暴雨呢 因为我们挖这个原则李后陵陵 本身它的灵台南部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导致 众所周知 北宋虽然在经济和文化领域 创造了辉煌的成就 但在抵御外敌方面 却令人遗憾 公元1127年 金兵南下攻取了国都汴梁 卢走灰钦二帝 导致北宋政权轰然倒塌 应该说宋明 从北宋明亡以后 金兵过来以后就进行到军 金兵吃了以后 又建了一个威琪政权 这个威琪政权呢 他们就专门有一个叫掏杀馆 就专门有 就是由当时的这个 就是有个 这位的掏杀馆 专门对宋明亡也进行了大话 金国和伪齐大肆倒扰 距今已经有近900年的历史 但这也只是宋明经历的部分劫难 几百年过去 岁月好不容易抚平了伤口 可到了清末民初时期 中原大地再次失去了应有的秩序 一些盗墓贼 开始公然在林区搭起帐篷 盗掘领墓 大量文物直接流失到了海外 1981年的暴雨中 李后陵顶部之所以塌陷 暴露出深埋在地下十余米的地宫 起因就是数十年前的这次盗扰 后陵多次被盗 内部情况无人知晓 地宫中还有没有文物存留 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发掘 会不会徒劳无功 其实国家文物局之所以批准 对北宋皇陵的发掘 也是考虑到这段多次被盗 被毁的历史 对于林区八座地灵 以及近千座亲王 公主 宗室和明臣显幻陪葬墓来说 历史上造成的破坏 程度究竟如何 众多灵墓未来如何保护 人们期待着通过这次发掘 来解开疑惑